大家好 這個影片是要跟大家講一下直居後面第二章11題的第11題 那這個第11題老實說我怎麼算 我都算不出那個書上那個答案 那沒關係我就讓各位看一下我怎麼算 那各位參考看看吧 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好的那這個題目是這樣子 我現在有一個C3H8冰碗 冰碗然後燃燒產生二氧化碳跟水 然後冰碗是20公斤 然後他燃燒的時候是給空氣進去 他說這個反應的時候我給他400公斤的空氣 OK 然後呢反應完了產生44公斤的二氧化碳 然後問說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個空氣過量多少 空氣的過量百分比是多少 那這邊呢可能是有可能其實可能是有關於一些空氣的一些嘗試 那這個其實之前跟各位稍微聊聊 稍微有提過 這空氣呢是百分之二十二的氧氣 然後呢搭配上百分之七十八的氮氣 那所以呢空氣的分子量是多少呢 空氣的分子量是三十二乘上二十二趴 然後加上二十八乘上七十八趴 那Average Molecular為28.88 OK空氣的分子量是28.88 OK那他要討論空氣的過量百分比是多少 那我們先來看看啦 那其實就是 欸我們來看一下其實就是氧氣過量的意思 那因為這樣問的話就是氧氣過量的意思 那首先呢我們一開始的冰碗呢有二十公斤 二十公斤 但是呢這是化學盡量的問題 我們把它轉成 末數齁 所以這個我們把二十二公斤 除以直接處理它的分子量是44 然後會得到零點四五個公斤末 公斤末 因為題目給公斤 我們就直接用公斤末就好 你不要再把它換成別的別的末 OK 不要搬 不要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OK 那我們知道一開始呢 這個冰碗有零點四五個公斤末 那所以理論上呢 在理論上呢 我們需要我們 我們只需要 0.45乘上五倍的 呃 乘起來是多少 2.25 公斤末 的氧氣 所以理論上呢 我們只需要2.25公斤末的氧氣啦 對不對 理論上我們只需要2.25公斤末的氧氣 那因為氧氣佔空氣的比例呢 只有百分之二十二啦 那所以呢我們2.25呢 所以除以百分之二十二 再除以百分之二十二 就是我們理解 所以我們理論上我們需要的空氣的量是 多少呢 2.22 2.25 除以 10.22 會得到多少 10.227 我們會得到10.227 10.227公斤末 AIR 這是我們AIR的理論值 AIR的理論值 AIR理論值 AIR的理論值是10.227公斤末 應該把它寫長一點 OK 我們理論上呢 我們這個燃燒呢 我們理論上只需要10.227公斤末的空氣就好啦 OK 然後呢 那我們實際上我們給了多少空氣呢 我們實際上給了400公斤的空氣齁 那我們除以它的分子量 所以實際上我們給了多少的 公斤末的空氣呢 400 除以28.88 13.85 13.85 OK 那所以我們的實際值呢 是13.85個 我們實際上給了13.85公斤末的空氣呢 然後理論上我們只需要10.227公斤末的空氣喔 然後除以再除以理論值 然後再乘100% 那我們的過量 所以我們空氣的過量百分比算出來是多少呢 欸 Let me check 10.227 那也要除以10.227 35.4 35.4% 那這是我算出來的答案啊 那為什麼跟這個 跟這個書上答案不一樣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算錯啊 那給各位參考一下吧 我覺得答案算出來是這樣子啦 OK 那如果你們覺得這題到底我哪一邊算錯呢 請告訴我 OK 好 第一 這段影片暫時到底要告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好的 好 有分別的 有分別的